兒童節即將來臨 郊西鄉長張永德特別選在 連假前來到世界國小 頒發兒童節的禮物 提前祝福小朋友兒童節快樂 下禮拜二就是我們的兒童節 那我要祝福我們所有的 每一位兒童在每一年的兒童節 大家都非常的健康活潑 快樂的成長 由於學校的志工阿嬤 小時候根本沒有過過兒童節 只知道親民節的時候 家家夫婦都要做紅骨粿 超花粿來過節 因此校方就邀請他們來學校 指導小朋友製作超花粿 讓他們回憶兒時 並且傳承做粿文化 做了這個粿 給我想起我們這些年紀 都很長輩的 大家都以前都沒有過一個 很好的一個兒童節 我們都希望我們世世代代 我們傳承我們的整個文化下來 我們的每位小朋友都 在兒童節非常快樂 那4月5號也給我們 這個活動也給我們小朋友 體會到我們慎中追援 飲水失言的重要性 剛好下個禮拜是連假 就是親民節跟男后節都在一起 他們想到以前 親民節其實都家裡都在一起坐櫃 那其實坐櫃的過程 非常的辛苦 我們這個是用糯米 從昨天買米之後要泡水 經過4個小時的泡水之後 要把水滴掉 然後再把這個土漿配合這個商業 去做這個超花粿 那今天早上大家也看了前面 在製作粿的煮熟的過程 那現在是用粿再把這個線 把它包進去 然後加上這個龜韻 有以前的過去的龜韻 有一個比較有形狀的 讓大家覺得 紀組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可以大家一起參與的 不到一小時 小朋友就把所有的超花粿做完 不但可以帶回家和家人來分享 也提前過一個不一樣的兒童節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